中华民族栏目 中华民族是贵州省雷山县的苗族同胞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 就如同是汉族的春节一样 他们一般会选择在每年的阳历的11月中旬左右来欢度苗年 在苗年期间 雷山的苗族同胞都会举行盛大的服饰大游行斗牛比赛歌舞表演 当然还要吃苗家的长桌叶 真是热闹非凡 苗族他们是一个非常喜欢银式的民族 在苗年的时候向姑娘们穿戴的银式 通常都有好几公斤重 那好 今天我们就请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进您的海洋 我的故乡和苗族同胞一起欢度苗年 古老的服饰 沧桑的骨骼 悠扬的炉盛 隐藏在大山深处的节日 欢乐苗年 三个世纪七十年代 一首著名的小提琴曲《苗鼎的早晨》 描绘了这里美丽的晨曦和苗族人民欢乐幸福的生活 这里就是贵州省前东南州的雷山县 雷山县被称为苗族文化的中心 被誉为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 每年的十一月中旬 这里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苗族同胞最盛大的节日 苗年节日 每年的十一月四号 全线的苗族同胞 欢聚一场过苗年 很热闹 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苗年有大年和小年之分 最热闹的要数大年了 江南和杜丽是两位喜欢远行的游人 这一次特地到雷山去感受和体验那里的苗年 要到苗寨去过苗年 按照苗家的礼节 近债是少不了苗家的十二道蓝门酒 一道手不能碰那个牛角 如果碰到牛角的话 您会拜托整个牛角的酒店然后抽光 蓝门酒是苗家贷客的最高理解 客人们喝的越多 苗家人心里越是高兴 这表明你看得起苗家人 在喝完十二道蓝门酒之后 您就可以顺利静债过苗年了 千百年来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雷山几乎未受到外族文化的影响 多个知悉的苗族文化 一脉相承 完整的被保留下来 古朴典雅的服饰 别具一格的建筑 丰富多彩的歌舞 独特的苗族习俗 如同一部民族宝典 苗族同胞过苗年期间 要举行斗牛 斗狗 跳炉声 踩鼓等传统娱乐活动 过苗年是家家户户 要酿制米酒 打巴巴 杀年猪 吃长桌宴 最有特色的 要受第一天的各知悉苗族服饰 大巡游了 据我所知 苗族有很多很多知悉 今天有很多很多知悉 就在这里汇聚了 过来一片银色的海洋 好多礼物啊 雷山苗族知悉 众多 每年的大游行 不仅展示精美的苗族服饰 还有歌舞 生产 生活习俗 参与巡游的苗族同胞 通常有上万人 游行队里的孩子吸引着众多的游人 苗族 苗族历史悠久 族缘可上述到皇帝时期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自北而南 辗转迁徙 形成许多分治 在清代就有百苗之称 这些色彩斑斓的苗族服饰背后 隐藏着博大精深的苗族文化 苗族没有文字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 妇女们把历史一针一线 绣在自己的衣裙上带走 因而 苗族的服饰也被称为 穿在身上的诗书 苗族很喜欢用银饰来装扮自己 谁家的银子越多 表明越富有 巡游的这天 姑娘们都会带着重达几公斤的银饰 赶着几十里的山路前来逼美 为了拥有一套这样的银饰 苗家人通常也会皆宜缩食 把毕生微薄的积蓄 全部倾注在银饰上 我当时想象就是一定会很盛大 但是那个盛大的情况 还是超出我的想象 太壮观了 太壮观 所有那个漂亮的苗族姑娘 那个苗士 走在一起 叮叮当当地想 很动听 随着游行队伍陆陆续进场 一场精彩分成的民族歌舞展演 在雷山民族文化广场内 拉开了序幕 整个广场变成了歌的海洋 舞的世界 这些年随着旅游的开发 瞭年一年比一年盛大而隆重 明天的节日演绎成了游客眼里的风景 我本市的右手中心 我本社的统治了同展是民族的苗族 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苗族 我是很了解 所以我做起来 可以说很犹豫 那不说这个 但是我了解它 龙世忠是这次苗年节的总编导 他年轻的时候 曾是一位著名的卢生演奏家 长期从事苗族文化的研究 这一次 他以雷山苗族十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 编排了历届苗年最盛大的开幕式 实际上说吧 他每一家他本身都有 从小孩以后呢 他妈妈就给他做这套服装 所以我们是在编排的时候 你不要服装这块 我们就必须要什么 专业来做这个服装 一出来就是一的世界 五的海洋 古月生生 卢生悠雅 苗年的雷山 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之中 苗族同胞从原谷走来 经过漫长而悲壮的迁徙 在苗陵大帝繁衍生气 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 用他们独有的表达方式 延续着数千年的文明 在雷山过苗脸 每个知习和寨子 都有自己不同的庆祝方式 都立和江南来到 位于雷山县达地乡的 上马路苗寨 和那里的苗族同胞 一起欢度苗脸 苗族在历史上 曾经一次次崛起 又一次次战败 一次次开辟家园 又一次次丢失 上马路的苗族同胞 是随大千禧队伍翻山越岭 来到了今天的寨子落脚的 自称为苗族的发展时系 寨子里共有三十余户人家 有伟、白、两性 语言、服饰、建筑、饮食等文化 都保留着自己的传统 每个苗年节 全寨老老少少 都要到提田中央祭祀一块石头 这石头叫做挖宫 传说能够保佑全寨的平安、富足 那有个传说 有个犀牛龙在这里生活 后来有一个孕妇生完孩子 就在这个河里面洗尿布 结果把河污染了 犀牛龙就跑到昆仑山上去了 那从此这个挖宫就在这里 遥望着昆仑山 所以现在这里的人 在这里呢 祭祀挖宫就是为了 祈求人丁兴旺 古老的苗寨 孕育着一个清美的传说 每逢苗年的这一天 家家户户都抬着丰收的粮食 余等祭品前来祭祀 寨子里的男人们 通常都要穿上 就有挖宫和犀牛龙图案的衣服 老人们说 这样的目的是教育后代要和谐共处 要尊重和保护祖先留下来的绿色生态环境 感恩养育他们的山山水水 祭祀结束后 家家户户都搬出了桌子和板凳 四血连成长台 这边是苗族的长桌宴 长桌宴贯穿整个梯田 一眼望不到尽头 可供上千人吃饭的宴席 在这里不足为奇 我们这一次过苗年 来到西江 来到雷山 来到我们雷山的其他苗寨 共同过苗年的都有三万多人 他们作为游客来体会苗年节这种文化 我们在田野上摆长桌宴 这些都是苗族同胞欢迎客人到自家过苗年 一种形式 也让客人体会苗家过苗年这种文化的氛围 吃长桌宴的时候 苗族的敬酒歌一声接着一声 我先吃着 我先吃着 先吃着 我先吃着 其实你们看来我们就是好吗 你们在哥哥一起来 北京的景色上彩阳烧死吧 宴席过后 当古老而雄浑的长号吹响的时候 全宅的男女老少再歌再舞 这时候大家一起上阵 跳起欢乐的舞蹈 共庆丰收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 它经历了大规模长时间的迁徙 由江河民族变成了山地民族之后 率先用牛耕地 牛从古到今与苗族同胞生息相伴 公牛有好斗的气息 苗族人民耕种咸侠之鱼 就以斗牛取乐 久而久之便形成习惯 一时开打斗牛 或是为啥 你可吃过啥 你可吃了雾级 保护 杀术的很大 那咱们 这咱们 斗牛前 主人通常要给牛喂上一二两白酒 喂牛提神壮胆 斗牛的当天 人们从四面八方 牵来几十头甚至上百头牛 没头牛的背上 还叼上自己村上的名字 才显得格外微妨 比赛开始的时候 斗牛双方和亲友 都要到斗牛场上吆喝助威 看来斗牛是苗年 最精彩的一个节目了 也很受很多人欢迎 这样热闹的斗牛活动 在雷禅瞭年期间 忙忙要持续三五天后 才持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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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莲通常要过十几天 今日期间无论你走到哪个苗寨 苗家人都会很热情的招呼你 每个苗寨都要跳儒声舞 古老的儒声乐曲也贯穿着苗年的始终 五谷入仓的苗家山寨 儒声声 铜鼓声 九歌声 此起彼腹 雷山苗族的新年就在深圳山谷的欢乐声中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雷山的苗年过的是一年比一年热闹 每到十一月的中旬 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被吸引到苗族的山寨来过苗年 精美的刺绣服饰 再加上璀璨华丽的吟饰 苗家的姑娘在苗年期间 可以说是频频盛装亮相 是啊 这样的盛装打扮 再加上银式的铃声 就构筑成了苗寨 一道的流动的风景鞋 如果您也向往这道风景 那不如一起来到贵州雷山的苗寨 一起去过苗年吧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华民族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在下周福音时间再见 下周福音时间再见 下周福音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苗年 三个世纪七十年代 一首著名的小提琴曲《苗岭的早晨》 描绘了这里美丽的晨曦 和苗族人民欢乐幸福的生活 这里就是贵州省前东南州的雷山县 雷山县被称为苗族文化的中心 被誉为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 每年的十一月中旬 这里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苗族同胞最盛大的节日 苗年节日 每年的十一月十号 全线的苗族同胞欢聚一场过苗年 很热闹 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苗年有大年和 他们一般会选择在每年的 杨历的十一月中旬左右来欢度苗年 在苗年期间 雷山的苗族同胞都会举行盛大的 服饰大游行斗牛比赛歌舞表演 当然还要吃苗家的长桌叶 真是热闹非凡 苗族他们是一个非常喜欢银式的民族 在苗年的时候向姑娘们穿戴的银式 通常都有好几公斤重呢 那好 今天我们就请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起 走进您的海洋 五的故乡和苗族同胞一起欢度苗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耿萨 我是Nina 欢迎收看中华民族栏目 苗年是贵州省雷山县的苗族同胞 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 就如同是汉族的春节一样 小年之分 最热闹的要数大年了 江南和杜丽是两位喜欢远行的游人 这一次特地到雷山 去感受和体验那里的苗年 要到苗寨去过苗年 按照苗家的礼节 近债 是少不了苗家的十二道蓝门酒 蓝门酒是苗家代客的最高礼节 油家最高礼节 感谢观看